国泰班机正要起飞 发出爆裂声冒出火花 这发生在31号高雄小港机场 不过两天内再传出飞机异常 一架国泰航空CX383 2号凌晨从香港飞往瑞士苏利市的空中巴士A350客机 起飞后警示灯亮起怀疑引擎起火 紧急中途放油折返 检查后确认是引擎零件故障 创下全球首例 机场离境大唐架航班显示评 见到今天有去日本、新加坡、曼谷等地的国泰航班已经取消 为了安全起见 国泰航空停飞检查48架A350客机 影响日本、新加坡、台北、曼谷等航线 空中巴士A350客机是目前主流机型 国泰航空购入A350-900以及A350-1000型号 引擎供应商劳斯莱斯声明 将跟航空公司、飞机制造商以及相关当局密切合作 支援他们对这起事件的调查 是跟换零件之后会看回由飞机制造商 偏制的我们叫做AMM飞机维修搜查 飞机工程师去到检查、认可才可以放飞 国泰表示发现多个相同的引擎零件需要更换 欧盟航空安全局声明已知道国泰A350客机事件 并跟空中巴士劳斯莱斯取得联系 正式调查进行中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